民眾冒著生命危險 騎單車強行通過凝聰的道路 大批崩落的土石 不敵超大豪雨驚喜 就這樣宣洩而下 鄉公所全力投入搶修 國軍也在一旁準備待命 這塊崩塌點是 木古木遊客中心榮樹部落 通往同門村的防汛道路 但卻因為山邊土石鬆軟 每逢大雨就會發生土石流 為了防止同門村成為孤島 鄉公所出動機具 清理路面土石 希望能保持單線通行 我們這個防汛道路 這個土石流貪方下來 因為這一條路是 主要是要往同門村的主要道路 所以七陵那邊的道路也貪方 我們怕同門村會變成孤島 所以我們現在馬上搶救 我們希望說保持單線通車 輕度颱風海葵持續帶來雨勢 卻上去測得花蓮秀林鄉 從三號到四號一早 二十四小時的累積雨量 是全臺第一 已經達到七百七十三毫米 遠超過超大毫雨的標準 同門村在四號早上的雨量 也累積了一百九十四點五毫米 颱風以及外圍環流持續影響 提起民眾外出 仍要多加注意安全 原始新聞 九波爛賽 華蓮秀林 採訪報導 好棒 好棒